修行人 什么时间你会看到自己进步了 你要知道自己落地儿了就进步了 什么叫落地儿了 就是你做世间的事情 做一个成功一个 做一个成功一个 这个时候你修行开始落地了 落地才能生根 如果整天飘在空里 我们经常遇到学佛的人就是这个毛病 什么东西都是愿望很好 说出来一套一套 你说你做一下 你把这个事做给我看 不会做 做不起来 甚至是时速的工作让他去做 他那个心都浮在空里 都不是认认真真的 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 我在台湾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装麦克风 我就不提他名字了 然后装麦克风 装完了怎么还没有电 怎么还没有电 怎么还没有电 你知道他怎么装的 两个电池装一项 跟了我好几年的一个工作人员 装一个麦克风的电池都不认真 就可以装一项的 他整天就飘飘在天上 我临走把他骂了一顿 我说我很不满意你的工作表现 这个学佛的人 什么东西在人间 因为你的心开始落地了 落地生根 脚踏实地了 不要整天的云里雾着的 想很多事 一件事办不成 或者办什么都出错 这就是你们学佛走偏门了 心浮气躁了 你在脑袋里 你没有在下丹田 我前面讲课 红光珠一定在下丹田旋转 你们通过什么来检验自己学佛 是否真正的见效了 就是你的工作是否能够脚踏实地 做一件成一件 稳稳当当的 不是一天混时间 一晃 我很多事在做了 结果是什么事都没做好 这完蛋 你不是在学佛 你在学魔 你的心在外面 心不在当下 心不在身体里面 不在腔子里面 所以什么是学佛人 真正学佛人是开了智慧的人 开了智慧的人哪有事情做不好的 哪有教给你什么事情老出错的 所以通过这个去验证自己是不是一个真的佛教徒 真正践行佛法的人 戒定慧 慧是开了智慧 哪有整天的摇摇摇摇的想天上的事 想神仙界的事 然后人间的事一点做不成 干什么都失败 那不是真学佛 那不是真开智慧了 所以这是大家要引以为戒的